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见一个 超人的孩子超二代一个一个超能力碾压超人爸爸妈妈 靠着开挂的超能力和可爱的小外星人女孩一起对抗外星人的故事 故事一开始呀 超人和喷气书正在天空巡逻 等超人飞出地球时 发现地球的卫星已经被外星人打得稀巴烂 超人行动之前还不忘拿出自拍杆咔嚓自拍一下 可就在这会儿外星人便发起了组团攻击 随之超人便被打懵丢回了地球 很快超人因勇复伤的消息便成为了爆炸新闻 其他超人在执行任务之前还不忘把孩子送到超二代学校上学 接着在女总统的指挥下计划着复仇 超人学校也是一个不一般的地方 橡胶男上课时还可以伸出长长的脑袋 跟陆飞的超能力有得一拼 在座位上就可以和同学讲话 水女的超能力是可以用液体变成任何其他的东西飞行 传说她是鲨鱼男孩的女儿 轮杂的超能力是拥有超强机械脑子 可以发明各种超人装备 小白的超能力是可以通过画画预测未来 但是只能预测半个小时之内的事情 声波女孩的超能力是唱歌 可以通过歌声隔空控制物体 是个搬砖小人手 坏男的超能力是瞬间移动 不过由于掉入黑洞 他的超能力变成了慢动作 便利男的超能力是可以伪装成任何人 还有双胞胎小孩 一个可以快进时间 一个可以倒退时间 而最厉害的就是奥江男 传说他用要所有超能力 不过没一个超能力能顺手 在屏幕上 他们看到的父母今天的战斗场面 这一次来的外星人不一般 超人爸妈一个一个都被外星人给抓走 小家伙看着父母被抓 心里也是非常着急 眼看着这样下去还玩毛线 地球都被外星人给占领了 超二大门赶紧反攻 想要绑架他们的伪装外星人 阴波女用声波俘虏他们到楼梯 橡胶男则打开了天窗 他们要在外星人走出地球之前 救出自己的父母 阴波女用超声波控制电车飞起上天 橡胶男则控制电车的行走方向 最后小电车降落在了超人婆婆的花园里 超人婆婆是最后一个没被抓走的成年超人 她召集小家伙们制定行动计划 鉴于他们的超能力还不成熟 超人奶奶放出着她的训练场 通过召唤虚拟怪兽练习作战能力 一个一个小超人轻松打败 红膜怪兽通过超人奶奶的试炼 小萌妹召唤了一艘外星人飞船 他们的计划是伪装成外星人 直接打入外星人内部救出父母 当所有人准备好了 这顺一男走在了最后 速度比蜗牛的慢 旁边的外星人出角就要抓到他了 橡胶男赶紧一把把顺一男拉进了飞船里 飞船就在轮载的操动下开始起飞 拿到母舰内部 还好并没被发现 外星人也不傻 早就准备好了用触角偷袭 在飞船的内部 有一个塞满的外星人的金字塔 一个小时之后 只要这玩意放到地球 地球就会被外星人给接管 这比叫他们的父母多重要 这时女总统也来到了这里 轮载发现屏幕异常 这时小家伙们才知道 总统女其实就是外星人 不管是总统所有领导者都是外星人的卧地 小家伙们还没开始战斗 这已经被总统欺骗了 大家想着怎么逃出去 水女想用水做钥匙开门 可这里根本就没水 要怎么获得水呢 领导女开始了他煽情的演讲 其他的小伙伴们越听越想哭 一滴一滴眼泪从眼睛里流出来 就这样 水女成功做出了一把水型钥匙 这一次行动 领导女负责组织大家行动 这样才不会再次被骗 人行外星人再次来抓人 大家使出各种超能力教训外星人 轮载通过放出飞速旋转的车轮 将所有外星人打倒在地 而这些家伙 爬起来之后 变成了外星人触角形态 战斗力也瞬间飙升 当小家伙们好不容易靠近金字塔 小萌妹开始的叛变 原来一直在超人学校的他 也是一个小外星人 只是由于长得非常萌 骗过了所有人 这时候就是他开始发威的时候了 他告诉大家 只要两分钟金字塔就要发射到地球了 他用画板画出一只小怪兽 原来他的超能力是可以画笔成真 随着一只一只小怪兽 组团开始进攻 小家伙们陷入了麻烦中 双胞胎用快进模式帮助顺移男 慢动作变成了快如闪电的功夫决斗 橡胶男则用橡胶手弹射出弹力波攻击 轮载告诉水女金字塔本来就是液体金属 水女随之用液体金属造出一条战斗力开挂的金属鲨鱼 当作骑 小怪兽一口就被鲨鱼给吃掉 完全克制小萌妹的超能力 金字塔上的倒计时 这几秒钟 他们的赶紧将轮载的电路板插到金字塔上 橡胶男再次变出长长的手臂 在最后一秒成功将电路板插入到了金字塔顶 随之金字塔有了反应 小萌妹也露出了笑容 云南亚金字塔里面根本就没什么外星人都是在现场观摩的超人父母 父母们和外星人合作就是为了试探小家伙们的超能力和作战能力 很显然在领导女的组织下他们出色完成了这次营救任务 小萌妹和总统其实早就和地球人和睦相处 他们和人类一样一直保护着地球 超人们一个一个都为自己的孩子感到自豪 超人总也一天会老去到那时候真正保护地球的力量将是这些勇敢而聪明的小家伙们 一部想象力天马行空的小超人电影 真正的作战能力不是各自有多么酷炫的超能力 而是一群超人团结在一起团结的力量有多强 每天一部小电影 欢迎大家关注西瓜看电影 本次作品来源科幻电影全民小英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